我们村有一个姑娘 在晚上走夜路 经过了一个年轻死人的坟室 晕倒在坟边 当第二天醒来后发现 自己好像是被人强奸了 下身有点痛 就报了警 警察经过检查 女孩啊 还是个未成年 就没有调查 女孩晚上睡觉后 感觉一个人在摸她 她想睁开眼睛 但是就睁不开 后来还感觉有人跟她叉叉了 从那以后 姑娘就间接销售下去了 家里人发现了 带她到医院检查 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随后 还是女孩自己说出来的 家里人没有办法 就请了我们那边 一个有名的道士 道士过来 看了看 说她看上了你 不可能现在离开 要你到三十五岁后 才会离开 我有办法 让她晚上不找你 但我也没有办法收了她 道士让姑娘 每晚睡觉前 一把把 用的割草镰头 放到了枕头下面 姑娘着做了 晚上那个鬼 没有找到她 但是 第二天早上 她家的鸡都死了 第二天晚上 姑娘 还是把镰刀 放在了枕头下 那个鬼 也没有找姑娘 但是 第三天早上 发现家里的猪狗都死了 傍晚时分 村里有个女的 经过那个坟 回到家里后 嘴里不停地 叫那个女孩的名字 并说着 你不做我老婆 我让你全家都死光 全部死光 女孩的家里人 听到了这个事 吓得 又去找那个道士 道士过来 到那个鬼上身的人 家里去了 女孩 见了那个道士之后 就骂开了 臭道士 少管闲事 不然 对你不客气 道士也没生气 知识说道 你不要害人了 再害人 我抱着 折几年羊兽 也要让你 灰飞掀灭 不信 你试试看 那个女的 久久没有做生 过了一会儿 那个被鬼上身的女的 说道 让我离开 那个女的是不可能的 道士说 你不离开她 天天晚上 和她在一起 她很快 就会引起入体 就会死亡 我是不会看你害人的 那个鬼想了想 就说 我两天来一次行吗 道士不同意 说一周最多一次 不然会伤害女孩的 鬼就没有办法同意了 每周 那个女孩 就有一天晚上 不放镰刀 让那个鬼 过来和她同房 这样一晃 几年就过去了 大家都知道了 这件事情 那个女孩 也没找到婆家 家里人 没有办法 眼看着姑娘 变成了老姑娘 再不找 就没有办法嫁出去了 最后 只好嫁给了一个老光棍 结婚那天 也出了不少事啊 晚上洞房花 住夜的时候 亲家怎么样 也上不了床 还用双手 死死掐住 自己的脖子 脸胀的通红 眼睛都吐垂了 口里啊 只有出的钱 没有尽的钱 可把新娘吓坏了 虽然新娘很害怕 但还是有所准备 拿出了准备好的镰刀 在新郎面前哗 哗了几下 新郎就松开了手 不停的咳嗽 这个晚上 新娘和新郎 谁也不敢睡觉 一直坐到了天亮 天亮 新郎就吵着要离婚 吵得全村人都知道 就有人出主意 还是找一下 那个导师吧 看他没有办法 新郎和新娘 在家人的陪同一下 一起找到了 那个导师 并把情况 给他说了一下 当时久久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 他才说到 活不一定都过的 如果消灭不了他 就会有很多人 会跟着你倒霉 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和他共处 新郎死活不同意 导师说 你不同意 或许不管了 新郎没有办法 只好同意了 导师拿出了一张黄纸 在上面写道 你是阴间狼 我是阳间狼 河水不犯经水 望你同意一切约定 并让新郎家 准备供品 纸钱 蜡烛 放到了那个坟墓中 摆上供品 蜡烛和纸钱点燃后 那张黄纸 怎么点也点不着 导师没有法 只好说道 如果你不同意 我会叫人挖开你的坟 让你无家可贵 话没说完 一股阴风吹得直前乱飞 导师随后试着点燃黄纸 竟然点着了 导师说他同意了 记住 每个星期 有一天别放年到 让他通房 不要忘了 好像是故意的 每个星期 让鬼通房的时候 床压得直直响 新郎发出了一阵一阵的叫唇声 新娘脸红得通通 一直到鸡脚 声音才停止 这可把新郎气坏了 新郎拿那个鬼啊 没有办法 就想到外面找平衡 就和我们孙的一个 老公外出打工的婆娘 勾搭上来 他们刚脱完衣服 那个婆娘就听到黑黑的笑声 再一看 床头占了个人影 吓得连衣服也没穿啊 就冲出了门 口里还叫着鬼啊 自打他以后 那个男的再也勾不着女的了 那个男的啊 也吵吵 吵过几次离婚 每次提出都会发生一点意外 不是滑到手上 就是碰到头书上 搞得也是不敢提离婚 那个男的也没心做事 一直是我们家最穷的那家 直到那个女的 三十五岁前一夜 和那个女的啊 插插完之后就听到那个鬼说 我要走了 这些年呐连累你了 我也没有东西送给你 我家新房 住你屋后一三米 会对你有帮助的 说完就不见了 成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 过了好久 那个女的才对她的老公说 她老公不信 那个女的看到村里 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小洋楼 羡慕得要死 但自己又没钱 就想着还是先挖地鸡 等以后有钱再赶 反正那个鬼说 往后一三米 就会对以后有帮助 那个女的 叫她老公 一起在房后挖地鸡 老公死活不懂 最后 那个女的没办法 只有自己挖 挖到第五天 就挖出了一个铁盒子 半又半不动 她想倒出里面的土 好移开 那只打开盖子 里面 都是一条条 长了绿漆的筷状物 用手一摸 里面全都是黄色的筷状物 我也见过一条 里面是龙 一面是凤虎图案 大约是250克左右 现在 她是我们那儿最有钱的了 室内买了几个门面 和三套房 村里盖了个小别墅 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